机场边境检疫不敢松懈 尽管如此还是挡不住病毒入侵 由于检疫天数缩短为10天 近日境外移入暴增 专家认为这已经对社区造成威胁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台湾境外移入在17号达到了91例 18号趋缓到74例 没有想到接连两天暴增到120例跟118例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 单日最高跟次高 台大医师黄利明认为 4月中旬缩短到7天之后 观察一两个礼拜 本土病例只要维持每天20例以下 5月就有机会松绑外国人来台旅游 台大教授陈秀希表示 检疫后期个案未被筛出 其病毒量低 对社区风险影响不大 未来朝向居家隔离放行 医师沈正南提醒 境外移入只要维持在 每天100例以下 而且台湾的社区不明感染链 不能增加 这样才有条件进行下一阶段解封 专家认为境外移入跟重症住院 都是未来观察重点 如果维持好753松绑值日可待 记者林伟王一仲台北报道